第1章 瑞士女孩精英賽已經落下了帷幕,所有比賽結束後,這次瑞士賽的最佳陣容也出爐了。 最終,中國女孩只有一人入圍的最佳陣容,她就是林莉,林莉拿到的是最佳自由人獎,不過,在賽後的領獎台上,並沒有看到林莉的身影,因為女孩還有積蓄的任務,打完最後一場排位賽之後,女孩就馬步停蹄赶回國內,林莉自然也跟球隊一起走了,而最後一場排位賽,賽決賽前一天就已經結束, 林莉自然也趕不上這次領獎,這次瑞士賽郎導特意派林莉參加,希望她能壓陣,畢竟,這次出征瑞士賽的另一個自由人,是年輕的孟子璇,而林莉也是連轴轉參賽,她只是在世界女排聯賽,最後一個奔戰賽有過輪修,女排今年其余的賽事,她都參加了瑞士賽上,林莉的表現總體來說也很文件, 林莉,雖然失誤相比之前偏多了一些,接了66次遺傳,失誤了6次,但考慮到林莉幾乎沒有休息,在還在倒時差的情況下就參加了比賽,失誤偏多也能理解,總總的表現來看,林莉還是無愧於後排核心,她66次遺傳,到位36次,遺傳效率45.45% 因而,這次入選最佳陣容林莉也是實至名歸,這次放棄領獎,也是她一直來低調的一種遺憲,她算得上是女排最低調王牌,作為球隊的頭號自由人,默默穩住着擦地板的工作,這樣的球員也深受郎導和球迷的喜愛,如今是錦賽的背,站也到了衝刺階段, 這次回到北倫林莉還需要調整好狀態,期待市錦賽見到那個世界最強自由人回歸。